作為香港人,真是很悲哀 因為我們的特首不是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而是由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少數利益集團秘密篩選出來 但可惜這個香港特首的選舉不跟近日的意大利羅馬教宗選舉一樣 沒有所謂的神聖和推崇 內部的黑商作業也不及香港的特首選舉和意大利羅馬選舉 可以說兩者差天共地 一個是受上帝密使之下受安排 另一個是由中央與香港高林組別秘密篩選音點出來 但可惜政治與宗教不同 宗教是不能牽涉國家政治裏面 以免走上當年古代中世紀時代 所謂的政界效益所產生的政治流血批鬥事件 發佈焚燒異端 諸如此類 所以認為如果要香港全民普選特首的話 作為香港年輕人或作為人父母 是要付出少許代價 要訪候當年北京白九民運前夕一樣 除了高舉當年藝術學院所謂的民主自由女神像之外 學生戰霸至中環街道示威 搭起帳篷不爭在 在金鐘舊天馬艦總部即是現代解放軍駐港機構 或甚至在西環中聯辦外 搭放在路上的露營上集會或露宿 來爭取全民一人一票普選 另一個問題就是 中共領導陳鴻斑 當中以習近平領導的黨員與他的親信 有很多在當年的李旺陽事件 三帳清安 也似乎中國十八大會議當中 楊康為了要聲援劉曉波妻子留下期間 橙被公安毆打 所謂叫假公安毆打 而得不到十八大共產黨黨員照顧 楊康都算我的份子 在補調事件中 楊康都有為國家出力 中國人關心中國人 都要如此折墮地看待 被自己人排斥 小弟近日都有上網看報紙 中國人打中國人 中國人是同胞如草戒 已經不是新鮮事 但是中國歷史當年最黑暗 最淒慘一面 就是當年的中日甲午戰爭 已經表露無遺 當年的慈禧太后 或者慈禧太后的屬下 臉取國家軍費 大事鋪槍 喜而和軟 導致當年 滿清的海軍軍事維修的資金費用 導致當年中日甲午之此 所以小弟認為 現在的習近平 除了吸收歷史教訓之外 應該要掌握國際形勢 所謂的掌握國際形勢就是 在中國國內 將來些小政治改革 依求司法獨立 做到人民守法 當年的日本仔 就是因為 做到全民皆兵 全民齊心與天王 就是當年的日本天王 都出錢來改革日本軍備 導致當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勝利 所以小弟認為 這個方法 現在的習近平政府 可以參考當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勝敗關鍵 而改良中國國內的司法制度 民主選的制度 令到現在的中國國勢 不會走向司法不被尊重 而產生出來的人民不信任政府 現在的國內問題就是 與亞洲周邊國家 包括美國 暫時未有這十年以內 沒有任何嚴重軍事衝突 但是若然中共的司法制度 或者政治都會不改革的話 一旦中共周邊的國家 仍然產生軍事衝突 到時未來的五四運動 甚至當年的文化運動的翻版 可能會在未來二十年後的 中國大陸裏面發生 多謝各位